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里这棵榆树啊 这棵榆树呢是榆树 这个去年被别人砍材砍掉了啊 看一下这个老印子啊 去年被别人砍材砍掉了 但是呢这个庄头特别漂亮 有多粗 看我的手 这里是空的啊 看一下 非常的美 这个榆树做棚颈做棚树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美的啊 看一下 好大啊 看一下 它这上面来是双盖的 夫妻桩是恩爱夫妻啊 谁家拥有这棵榆树的话 两夫妻不恩爱都不行 我跟你说 天天都当新荤叶啊 这个榆树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叶子特别小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叶子 小叶啊 叶子非常的小 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 叶子小而漂亮啊 这个庄 这个位置的话 可以到时候 如果想要的话 可以把它剧剧掉啊 看一下 这些都是舍利 嘿嘿 这些洞啊 空空都是 都是天然的舍利啊 这里面是泥土啊 这里面是泥土 这边也是舍利啊 多数舍利的 树干上还有台线 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有没有朋友想要这一棵 朴树老庄 做盆栽呢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我看搬不搬得动啊 搬得动啊 搬得动 有想要这棵朴树老庄 做盆栽的朋友啊 就跟我资一身 就跟我资一身 机会难得啊 机会难得 错过好机会 价钱高十倍都摆不到 我这里呢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乐趣啊 分享一下 做这个盆栽的素材 看一下 分享做盆栽的素材 想要的朋友就跟我说啊 看一下 这是空的啊 看一下 这个跟 可以做成高体跟的啊 高体跟的盆栽 非常美的啊 两个 这里是两个双眼睛 两个眼睛 看一下 看到没有 两个眼睛 换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啊 哎 这边有像个橡皮山 大象鼻子啊 非常漂亮啊 看 爽歪歪不 越看越舒服 我的天啊 越看越美 主要是这个枝条 到冬天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寒枝 它掉叶子了 就像寒枝 欣赏 欣赏这个寒枝 也是非常漂亮的啊 也是一种美 看一下 叶子特别的小 特别漂亮 好了 这个视频就展示到这里了 想要这个 菩术老章的朋友啊 就跟我 字一声 我们下个视频